好的,那这里是罗王,因为刚刚那个我吃有过来的,然后一堆人在这嗨了一段,所以就暂停了,那好的,那我们继续讲,就是我们上次讲到了,啊,对,迷赛亚战领,就是我说迷赛亚战领的话,它其实真正的这个期刊只有两期,但是如果你要看完整剧情的话,你必须要把中间夹杂着的所有的十多期S战领系列的漫画都要看完,包括这个新变种人,非凡X战领,金刚狼狱X战领等等,还有非常多的这个刊物,这每一期的剧情其实都是跟着的,所以如果你只买了迷赛亚战领一和二,你几 其实是它的一种这个,非常怎么说呢,心机的运行方式,哈哈,我们只有两期,这个大时间就完结了,但是如果你真正要看这个剧情的话,你必须买上十多期,当然因为我们身处,大家身处在中国,我们可以直接在网络上看到这个免费漫画啊,这点也是我们中国的一个特色,也是也是相当于福利了,哈哈哈哈,他们也不想要中国人的钱,是吧?好的,那么这是关于美漫它的一个特点,就是它是会有不断的剧情联动的,我们叫做联动啊,它这个不仅是X战领会联动到复仇者,X战领之间的刊物也会这个互相联动,这是第一点,就是它整个 它是同属于一个世界观,那么好了,现在如果说同属于一个世界观,整个漫威它是属于同一个世界观的话,这么这样的话就会出现问题,因为在这个世界观,它跟日漫有一个地方相同,就是不管你是一个大公司旗下各个人工作,还是一个一个独立作者,你绘画的人,你绘画一本漫画的人总共就是那么几个人,那么有这样的话问题就来了,有些人的话他们不想走这个联动怎么办,这好像是大事件在这边啊,这个我举个例子,比如说像一二年的大事件,ABX复仇者到X战领,当时这个凤凰来了啊,凤凰来了以后引起骚动啊,复仇者也在 因为地球上这个找到霍普,它是凤凰的一个记住,那X战领这边也有要为他做一些这个动作的,像有一些这个X战领是要保护霍普,有些人则是这个,这个我具体剧情就不讲了,也就是说所有人都在忙过这样的事,那么我们举个例子,如果在这个期间呢,这个有一个比如啊,画巨出侠系列的人,他们是必须是要跟着这个剧情走的,你不可能说安排一个别的剧情,跟凤凰一点关系都没有,那你这是同一个世界观啊,同一个世界观你跟凤凰一点关系都没有,凤凰都来了,你这就不合逻辑了,所以大世界观, 这个大的这个宇宙,它会出现一个问题,就是你的这个会,它会局限创作者的这个思路 其实这一点上,我们在现在的复仇者的漫威的电影里,已经发现它存在这个问题了,像我们知道蚁人,它原本设计是在复仇者联盟2之前上映的,它是在复仇者联盟2之前原本是这样设计的,然后也可以参与复仇者联盟2,就这个角色原本在复仇者联盟2应该出现了,但是后来拖瓦了,我们知道是在复仇者联盟上映之后,将近半年以后,这电影才上映,这是为什么呢, 其实这个背后是因为原作者,原导演,由于跟漫威的这个,这个,他们的工作室的这些领头啊,意见不合,这个蚁人的原导演,他是想拍一部比较独立的电影的,但这部电影有他自己的思想,自己的个性,但是由于要跟漫威整个宇宙联动,这个导致了他的作品,这个和漫威他们的官方所期望的不一样, 所以呢,就给他很多条条框框啊,这导演就很不爽,结果这导演就跳槽了,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蚁人,其实是一个第二版的蚁人,他跟第一版的蚁人差别很大,当然我们是不知道第一版,大概剧情到底是怎样,我不知道,但我们知道的是,是因为创作意见不合,这导演他不想去过多的融入这个漫威宇宙的这个别人的框架,他想有自己的东西,所以这一点上的话,会显得有一点,哎呀,这个创作不自由,那么当然漫画里头的话,这个漫威DC他们都有想这一点,因为毕竟大世界观就会影响到漫画的创作自由,那怎么办呢,有些人他们 他们想这个,搞出这个比较有意思的漫画,但是又跟这个大的这个世界观啊,有冲突,比如说有的人他们想把英雄们全都写成丧尸,那怎么办呢,那所以呢,漫画漫威啊,DC他们就引进了一个叫做平行宇宙这个概念,那平行宇宙这个概念的话大概是什么意思呢,那其实我简要的讲就是,在不同的世界里头啊,这人可能在另一个世界里也有一个你,这个你呢,跟你这个世界的你长相是一样的,但是你们可能发生的故事是不一样,比如说在这个世界里,你这个世界里,你这个世界里也有一个你,这个你呢,跟你这个世界的你长相是一样的,但是你们可能发生的故事是不一样的,比如说在这个 在这个世界里,你是个人生赢家,你有一个老婆,有一堆的小孩啊,只是举个例子啊,那可能还有在一个世界里呢,你是女的,你姓转啊,那也有可能还有在一个世界里啊,你其实是个丧尸,那所以他这个其实就是有一点点同仁的概念,我们可以理解为是官方同仁,官方同仁,那人物是一样,但是你的故事背景不一样,或者也有的情况呢,是故事背景原本是一样的,那由于某些事情的不同,导致的结果不同,比如你原本是死宅,你在另一个世界里也是死宅,那你在另一个世界里头呢,你这个,买彩票中的奖,你变成了一个 大资本家,那么这个时候,接下来的剧情就是完全不一样了,所以说这就是,我反正觉得这样可以方便大家理解吧,平行宇宙的概念,那么其实网上应该也是有很多关于平行宇宙的解释的,大家也可以去搜索一下,查一查,那这是平行宇宙,那如果有了平行宇宙的概念,那么很多的作者他们就可以有自己的创作思路了,是吧,像你凤凰在这边啊,在地球上,那我如果想把所有的英雄搞成丧尸,那在这个大世界里头,在这个世界管理是不可能的,那我就搞一个另外的平行宇宙呗,那在那个宇宙里头,所有英雄都变成丧尸, 这就有了漫威的《丧尸宇宙》,那当然不只有这一个宇宙,漫威它是有非常多,我甚至是数不进啊,我数不进它的平行宇宙有多少个,这就满足了它的这个作者的创作自由,像我们知道这个《死世屠杀漫威宇宙》这部漫画也是设定在一个平行宇宙里头的,它是非常赞的一个系列漫画,那如果没有平行宇宙概念,这个漫画要不然就是无法出版,要不然就是它真的把所有的角色都杀光了,那漫威就没有别的东西可以做了,是吧,除非再给你弄一次全复活,那又太假了,所以这样的话,它搞一个 平行宇宙的概念,其实有一点官方同仁的意思,可以怎么理解,那么我们现在也暂时会把,也不叫暂时,我们也把这个电影设定为,把它当作是漫威的另一个平行宇宙,叫做漫威电影宇宙,我们一般简称叫MCU,MCU它是漫威电影宇宙这个意思,那么它也是相当于是设定成一个独立的宇宙,跟漫画里的一个一个宇宙也一样,它就是一个设定的宇宙,当然后来X战景的话,它在福克斯它的旗下,它的电影版权在那边,所以他们也搞出了一个XCU,X战景电影宇宙, 这就有点独立了,毕竟他们没有复仇者的版权,然后迪斯尼这篇也没有福克斯那里X战景的版权,所以就只能这么办哦,那好的,那这是关于平行宇宙的概念,这点上是漫威的一大特色,啊不,美漫的一大特色,那我们像知道这个DC一样的,一样也有很多的平行宇宙的概念,这里我就不详细讲了,因为其实我,虽然DC我也看,但是看漫威的时间还是长一点,我DC只看了两年,我漫威是从08年一直看到现在的,多少年,8年,9年了快,好的,那么, 接下来讲什么呢?